用显微镜把史莱姆放大1000倍 到底会看到什么呢 会像它表面看起来那么晶莹剔透吗 还是会有很多微生物在里面爬来爬去呢 今天就让我们带着显微镜来遗憾究竟 这样吧 我们一人来先做一份史莱姆 没问题那我用白胶做 我感觉用白胶和用透明胶做的泥 应该是看起来会不一样的 我用透明胶来做一份水晶泥 然后就放一些平时大家会用到的一些材料 放油啊洗手液这些 小心眼睛 保证它一会做出来是很透明的 搅和搅和让它成型 那我做一个蓝色的 这样我们可能会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我这个很像糯米团子 要是换个颜色就好了 完成 好那在我们把它放下显微镜之前呢 大家一起来玩个猜猜猜的游戏 你觉得在显微镜下我们会看到什么呢 A啥都没看到特别的干净 B会动的细菌 C一个奥特曼 奥特曼 怪兽吧我觉得 B怪兽 评论区告诉我 好来开始制作史莱姆的标本 取一小团放上来 滴一滴水再盖玻璃上去 各位小伙伴 这就是我的史莱姆标本了 我这应该非常的透明干净 里面有一些小黑点 还有一些气泡 都是没有一样的东西 你这个可能太透明了 看看我的吧 也是一些气泡 加上一点点的小黑点 嘿嘿 我们这两份铃可能太新了 所以没有什么看点 但是我准备了一份成年老迷 这一块呢是玩了很多次又储存了大半年 应该可以看出一些什么东西哦 你快看 怎么有个 有个在动 你看你看 哦这个是虫吗 果然玩过几次损就是很脏 真的耶 好大只 小伙伴玩过就 不是一般的脏 果然这个泥放太久啊 还是容易滋生细菌的 对啊 所以平时大家都要注意卫生勤洗手哦 记得给我们点个赞哦 拜拜